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血液是人体生命的全员 那中医的逻辑里头 养血就是养命 血液其实不时透露着 我们身体的健康密码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做过健康检查 你会发现 有很多这个最基本的检测 都是要先抽血 那对于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人 每天的稳定控制住血压 或者是血糖 是调养身体当中 最重要的功课 那到底血液的健康 怎么样来控管呢 待会这节健康 生活都要一一来分享 好健康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 好朋友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圣诞科的医生 好朋友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 好朋友陈兴门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妇产科的医生 好朋友宋碧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江花花蝶 你健康我健康 祝大家健康好生活 今天有新的slogan 那问一下这个刘医师 要过健康好生活 身体要健康 那身体的健康 那身体的健康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血液的健康 没错血液如果不健康 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好像血比较粘稠 或会比较冷 这会出问题了 我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血液有哪个成分之前 我先讲案例 其实这个是一个38岁的工程师 那这个工程师比较身体微胖一点点 那重点是他常常做健康检查 医生都跟他讲说 你的血小板偏高一点点 我们讲的血小板是跟身体里面呢 我们要控制这个 我们在凝血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人的话 他本身也比较少喝水 有一次在上班的中间 他突然觉得这个一边肢体 感觉上好像没有力气 讲话怪怪的 然后跟他旁边的人讲 怪怪的 这个没办法动怎么样 他旁边跟他讲 你是不是鬼压床 怎么白天会压到手 他说不是这样 真的不行 后来赶快给他送到医院去 发现他对策大脑 是有点这个叫梗塞性中风 然后可能在中国来讲的话 帮他抽血 我们刚刚讲血小板 大概一般平均大概是12万 或到40万 这公司高到80万 80万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就代表说血液里面 它这个很容易 血小板凝极变成血块 变成血酸 这个可能这个功能是又很少喝水 以至于在一个情况之下 久坐突然发生血酸 就造成脑部的酸塞 所以血是非常重要 它跟我们运行有关系 好 那我们当然讲说 血里面有哪些成分 如果说各位手边有这个 所谓进点资料的话 你可以看这是叫做 一般血液常规检查 这很简单一个报告 可是你可以看到 有几个重要的数字 白血球 叫WBC 另外叫RBC 叫红血球 另外最下面的叫血小板 那这三个是我们最常看的东西 这我们医生也从在 你最基本的检查 你有没有头晕 你挂急诊 一定会先看这数字 有没有什么重要资讯 譬如说白血球高 白血球一般来讲 我们五千到一万 可是你高来讲代表什么 可能有感染 那可能有些是害底下 底下来讲的话 可能你正在做 什么化妄疗的治疗 或者免疫力非常差 那当然我们在血球来讲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血色素的检查 HB 我们大概一般都是 11.52以上 那我们男生大约13以上 如果说这个人是贫胰血 我们常常这个叫血色素的话 常常掉到了 11 10 9 8 更低 所以我们看 譬如说一个女生来讲的话 她说她头晕 她一看了咽血 血色素可能掉到8 可能问她月经 哇 这个月经好像常常 因为很子宫肌流关系 然后流血比较多 可能这个月经量比较多 可能就贫血 另外来讲 你看血小板技术 我刚刚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血小板太低不行 我们会容易出血 流血不止 如果血小板太多 你怎么样 会容易淋血太多 会变血快 我们常讲血比较黏丑 跟血小板是有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医生 在看这个血液 常规的技术报告 会很快跟你分析你的问题 那当然 我们在红血流来讲 贫血的资讯非常多 不是说光这个HBD 就是贫血就一定是缺铁 很多人说 我这个贫血就缺铁 我们还看了什么 红血球的容积 我会判断 如果红血球比较偏大的 可能你是B12缺乏 你可能是叶酸缺乏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贫血 你又自己买铁 我的太多铁反而是不OK 那所以一般来 我们在这个医生 看这个资讯非常重要 所以你现在可以 把你手边的借铁 拿出来看看 看你的白血球 红血球跟血小板技术 如果有一个是有异常的 有的时候呢 微小就是魔鬼 残在细节里 我们要从很细微处 对于自己健康多照顾 像我刚刚讲的案例 这个男生来讲 他知道的血小板非常高 那他如果说 要自己的多喝水 然后不要去久坐 然后可能配合医生 做一些吃一些药物 抑制血小板临起的药物 可能他的症状就不会 发生中风的问题 所以这个资讯还蛮重要的 所以江医师 我们做健检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项目 都是要抽血检查 没错 其实需要抽血检查 就是因为医生 没办法一眼 就看出病人的毛病 所以他需要实验室的帮助 那你说医生是不是很笨 为什么一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自己当总医师的时候 被叫去急诊室 汇诊一个病人 这病人是阳明大学 三年级的一个学弟 他是在篮球场打球 打到吐 那一般都是 运动过度会吐 就回宿舍休息 到宿舍继续吐 然后就被送到急诊室来 一急诊室一检查 他的肾功能 已经达到尿毒症的范围 那我们总是被叫去 做了一个超音波 一看两个肾脏都已经萎缩了 一边七公分 一边六点几公分 坏掉两个 两个都坏掉了 那事实上他只能接受洗肾 所以你想想看 肾脏并不要说初期没征兆 中期没征兆 你看这个晚期的肾脏病 末期肾脏病 一个医学生也没办法感受出来 而且你看他体力没有很差 他还在打篮球 对不对 他不是上体育课 他在打篮球 第三个问题 他智力也没受影响 他三年纪还考上第二次院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事实上很多疾病 尤其肾脏病这种疾病 你没有靠抽血 真的很难发现 那抽血要看什么 第一个 我们最常看的就是 雪中的尿酥蛋 一般来讲要低于20 那雪中的基酸肝 一般来讲 低于1.5或1.3 要看你实验室的设备 不同的基台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 其实这两个数字 都是落后指标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人 基酸肝才1.5 可是测他的过滤分率 已经不到一半了 所以其实现在比较 认为精准的检查 事实上是肾脂球的过滤率 那正常人是100 40岁之后逐年降低 肾脏是很会老化的一个器官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蛋白的比例 我们正常人不太应该出现很多的蛋白 生尿中 一旦出现很多蛋白 要代表一些肾炎糖尿病等等的疾病 那如果我们看到 他检验素质不正常 我们会干嘛呢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看肾脏的过滤分率 过滤分率如果大于60 而且没有蛋白尿 超音波看起来没有石头 没有血尿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认为 这个人肾脏大概是OK的 所以抽血厌小便 加超音波 顶多是加到超音波 你都已经知道 这个肾脏是完全好的 可是万一你肾脏的过滤分率 小于60 恐怕就要转到肾脏科去 你不要因为他基酸跟正常 1.3 1.4 你就不理他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体检 那个积酸肝的数字高一点点 那有时候体检科医师 就会忽视这个重要性 跟病人讲说 你身上跟他好像差一点点 不过没什么关系 那个哈佛大学的 写肾脏科教科书的Dr. Brenner 来台湾讲说 他们美国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如果看到积酸肝 大于正常值 他会跟病人讲 哇 你身上怎么那么坏 他不会跟他讲说 你差一点点 这个是一个 那病人会有警觉性 会想说我被医生这样子讲 我要赶快确认一下 对 这最常见的 忽视肾脏病的一个说法 真的 那问一下宋医师 还有很多女生 这个复科的检查 比方说荷尔蒙的分泌 或者是肿瘤指数 也是抽血可以做 第一阶段的检验 对 没错 我们在健检的时候呢 常常会抽到所谓的CA125 那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去年有点严重的案子 那其实他是一个二十九岁的OL 其实他就是员工健康体检 那他就是验到一个CA5就略高一点点 我记得那时候数值大概在一百多 大概一百二一百三左右 因为他来看诊说这个红字 所以他们要复诊 然后就来医院的时候 我说一百二那你在抽血的时候 有没有月经来 他说也没有 那所以我们说 那我们来排个超原坡看一下 就看超原坡发现 他有个卵巢水流 大概有六七公分 那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巧克力囊种的样子 那我说这个一百二 大概跟这个巧克力囊种 大概是有关联性的 但是因为已经六七公分 那问病人有没有症状 他说没有 我没有痛结 没有任何感觉 所以他是在因为抽血 发现异常来做超原坡 才被发现说有这个卵巢肢瘤 那后来因为六七公分 所以他就决定要开刀 那结果开刀进去 就发现里面有一小区 就是感觉是怪怪的 然后我们就 树中送那个冰冻化验 及时做 就发现是一个量细胞癌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卵巢 里面已经 这个巧克力囊种 长出了量细胞癌 那巧克力囊种里面会长 很容易长出两种癌症 一种是量细胞癌 另外一种叫子宫内抹性的癌症 那后来因为这才二十九 所以又没有生过 所以我们后来 又才看起来才第一期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保留型手术 就把子宫跟另外一边的卵巢 给留下来 所以原则上 一旦我们看到见检数字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比较不幸的例子 当然我们一般看到这种 见检数字看到CA5高 也不要太害怕 因为其实CA5会受到怀孕 月经来 或有骨盆腸感染 或者是有子宫肌瘤 巧克力囊种或基线流 都会再高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个数值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再追踪 然后用超级波 再来做第二步的评估 那接下来我们花姐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韩国韩式的国民料理 马铃薯排骨汤 对 这个是龙骨 这个是龙骨 对 韩国人吃的排骨 是哪个部位 这个龙骨呢 就是这个脊椎骨 猪的脊椎骨 脊椎猪猪骨 它的骨头比较多 而且比较大 羊肉比较少 它很大 其实这一个骨很大 我们切成这个样子 其实餐厅在卖 它的骨头就大一点 秤盘嘛 更大 更大 大概这个是两倍 这样子大 那我们是家庭式的 我们就切小一点 好 这样吃也方便 那花姐 这个是稍微汆烫一下 直接 我这个其实煮了一下 煮了 大概煮了半个多小时 好 我把它煮了以后 煮之前 我们先泡水 泡一两个小时的水 把它那个脏鞋都去掉 好 就一直换那个水 哦 真的哦 对 换那个水了以后呢 然后我再来煮了 煮了以后 我又清洗了很多次 还要洗 对 洗干净 洗干净它周围 边边的杂质 对对 杂质都洗干净 然后再来炖它 然后炖它的时候 就是不要盖盖子煮 好 它的腥味就不会倒流回去 好 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汤 那这个是煮好 就很韧的了 好 而且这个汤 就没有那么的浊 这个汤是相对轻的 轻的 我们可以吸收它的盖子 但是不要它的那么多的脂肪 好 这样我们的心血管就健康了 好 这个是韩国的芝麻粉 芝麻粉 对 它是芝麻粉 它是原味没有调味的吗 没有调味的 完全没有调味的 芝麻粉 那它们有炒过 可是就跟好像 我们买来的芝麻一样 它炒过的没有那么香 因为它怕炒过的话 它会焦掉 就会有好味 所以我们呢 就用很温的温火 给它炒一下 好 然后干锅再干炒一下 对 让它的香度再提升 香度再提升一下 好 就是这个温火 等这个热了 你就可以关火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热了以后 它用那个火温 锅子的温度 它还会再香 这样子 对 就其实有一点点烘烤的概念 对 我们今天这个柯白菜 我有烫过 烫过把水分捏干 然后我这个也泡了一个小时的水 为什么 因为白菜各式的菜 它都有菜的土味 本身的味道 它会把这个香味盖住 真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过水 所以你去韩国 它有卖这种 它都是泡在水里面 再捏一个球 摆在那里卖 都给你烫好了 这样子 那我们回来做这个动作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因为我们泡的时间不够 不过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给它加味噌酱 好 这个是韩式的味噌酱 对 这个不是辣椒酱 我们再给它加蒜泥 好 对 韩国人吃好多蒜 韩国人吃大蒜 然后呢 我们再加酱油 加一半就好了 加一半的麻油 好 酱油麻油 我们再加辣椒粉 辣椒粉自己可以灼亮 对自己可以灼亮 我们给它这样拌 韩式的小菜也都这样拌出来 对 我有曾经有拿这个做过泡菜 对 对 就基本的调味料 调味料可以这样腌制一下 这样子的话 最起码一点点的时间 它还是会入味 它会盖住那个柯白菜的味道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了以后呢 放在这里面炒一下 跟它一起炒 所以现在那个花生粉 本来是原味的烘干 芝麻粉本来是原味烘干 对 然后这个时候腌过柯白菜 跟它炒 对 跟它一起炒 我懂了 这样子的话 它的那个土味 就会少很多 而且这根本就是 芝麻油来炒香菜的概念 我在这里闻到很多 芝麻香了 因为我们买来的时候 芝麻的粉 它没有这么的香 经过我们轻轻炒一下 那个火纹 它就很香了 对 所以这简单炒了 就是一道非常好的 韩式家常菜 对 然后呢 我们再 最后再加一点水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加到这里来 我要把这一锅 倒到这边来 倒到这边来了以后 我们就简单地煮一个 它的汤锅就好了 其实这个滚不滚都无所谓 好 然后我们这个菜也入味了 先炒的动作才会让菜入味 是 让菜入味之后 菜没有那个土味 然后呢 我们就把 这个马铃薯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在家里煮的话 就这种过程 我们就把生的马铃薯摆进去了 那我们这里是因为 做节目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弄 所以我们就把马铃薯 给它放进去 给它一起煮 对 一起煮 从抽血去看盖心 没有办法开出沉积度 盖心大概99%都在组织里 只有一%在协议里 高血脂予期的急性胰胀 孝处予出来 自我腐蚀这个胰胀 这边的器官 家务病房里面 度过了接近两个月 那我们这个马铃薯是事先 我事先就煮好 蒸熟 蒸熟了 煮了 煮也可以 蒸也可以 你家里怎么样方便 其实都OK 那一般来讲 蒸的马铃薯 这个你就切 对切就好 OK 对切了煮里面 那我们时间关系 我就把它分成四等份 好 江姐这个锅真的很香 不过为什么 这个锅香味 怎么让我觉得很像 这个韩国的辛拉面的感觉 对啊 然后口水就跑出来了 食材有的人放 不放豆芽 我放一点豆芽 因为豆芽的这个鲜味 还会把猪排骨的味道 要去掉 这是韩国冬粉 出的 你在家里煮的话 这冬粉都不用烫了 整个的就是生的摆下去 它就可以 好 你再煮个三十分钟就OK了 没有韩国冬粉 用台式的那种冬粉 冬粉也OK 我们花姐就是大气 现在又是满满一锅 然后要堆成像山一样的锅 不要放饭了 我就多煮一大锅 然后我就加了两三片的姜片 好 这姜片再放就好了 对 因为去腥的话 那个姜片大家不喜欢 是可以捞出来 OK 如果是姜泥的话 它有时候会沉淀在下面 然后最后我们这边 再加上辣椒粉一点点 那那个冬粉要煮多久会熟 这个不用 这个已经熟了 我刚刚已经烫过熟 韩国的冬粉 你台湾冬粉 你滚水烫一下 我喜欢用热水 不是冷水泡 那这个韩国的冬粉 你用热水 就是滚水煮四分钟 就OK了 就烫熟了 这个不会辣 再来这个蒜泥再摆一点 然后味噌酱 花姐说的不辣是小辣 花姐从小吃辣长大的 所以它的那个辣含量 辣度皆瘦度不一样的 其实适当的吃辣 对身体的确不错 是不是陈医师 陈医师看到我的解验报告 也不错 有一些都不错 花姐有做一个检查 是在看我们很多 抗氧化的维生素 它可能长期吃的东西 算是不错的 所以所有的指标 其实都非常好 可能代表它的饮食 是非常均衡 而且各种颜色都有 因为它其实 西香料膳食纤维 都吃很原味 对 然后吃的这个是大量的 你看像这一锅 就不是完全的肉汤 所以这一锅 主要它是肉 那肉很多蛋白质 可是它也是有脂肪 对 肥 那你加了这一些 马铃薯啊 冬粉啊 金针菇啊 还有那个柯柏菜啊 豆芽 这些东西都加下去 豆芽加下去了以后呢 它就会把那些综合起来 就不会觉得说你会油 因为我们有加一滴滴的油 难怪韩国的排骨汤 比较清澈 对 就是它前面有那个 有这个过程 把不好的全部都给你弄掉了 然后最后我就把这个葱 对 放上去 因为其实这个的重点 它是芝麻粉跟芝麻叶 那台湾没有芝麻叶 很贵 有的话是非常贵 所以我就用一点点的九层塔 OK 九层塔味道非常呛 这个是放大量的芝麻叶 那我们九层塔就点缀 好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我觉得那个花姐 她其实用的一些方法 真的比较少 在台湾的家庭主妇会使用的 包括像是 在那个菜的上面 裹一层的芝麻粉 所以她在吃的时候 其实会吃到很多种层次 然后你喝到那个汤的时候 其实你会喝到一点味噌的感觉 一点咸味 一点辣味 再喝到有点甜 提升的一点甜味 我觉得这真的太好喝了 年轻人老人小孩 应该都很喜欢这道料理 因为它的层次很丰富 而且你还可以加各种的东西进去 有点像火锅一样的搭配 我觉得都很棒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一题主题讲的是 抽鞋 我们到底可以抽出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还是要跟观众朋友 味教的小观念 抽鞋虽然它可以看出 很多的指数 比如说像血红素 血小板 肾脏功能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 我跟我们认知 有一些出入的地方 我印象很深 是有一次有一个阿姨走进来 大概50岁左右 她走进来的时候 因为她其实是第一次看病的病人 她劈头就跟我说 医生我想要抽一个血盖的指数 你就帮我抽血盖 我自费都可以 她就这样跟我讲 那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就问她说 你抽血盖是因为最近会抽筋吗 还是你之前有负甲状腺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会跟血盖浓度有关 她就想了一下皱了一下眉头 她说不是啊 我要看我骨质密度好不好啊 那那时候呢 我就一听完之后 我才知道 她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因为他们公司都有在做成人体检 或者是健检 健检他们都会有钙这个选项 她一直以来都是拿钙这个数字 来看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 那时候我就跟病人解释说 其实这个钙 没有办法直接看骨质疏松 她就一直说 不行不行 我就是要抽这个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骨质疏松的检查 第一个一定自费 第二个价钱大概是原本抽鞋盖的 好像要三到四倍啊 所以她就一直说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后来病人是相信我啦 所以就真的去同时做了 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查 检查出来 她就说她在公司的这二十年来 其实每一年 他们都会有提供这个抽鞋盖的 都是正常哦 她的骨质密度在腰椎跟右侧的宽骨 骨质的显示是负3.5跟负3.7 那就骨鬆啦 对我们通常负2.5以下就已经是骨鬆 而且负3.5到3.7是非常严重 那个时候其实病人很惊讶 我们才跟病人解释说 有一些特殊的矿物质 就以钙来讲好了 其实钙在我们身体的成绩 没有办法从抽鞋去看出来 为什么 因为钙其实大概99%都在组织里头 其中尤其都是在骨头 只有一%在血液里头 所以她会随着需要 她才会把它分泌出来 所以如果你单纯的从抽鞋去看钙是没有办法看出成绩度的 所以其实抽鞋我觉得她还是她的极限 我还是建议你把你的抽鞋报告不要自我解读 你还是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 尤其你心中想要看的东西 或许抽鞋报告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出这个结果的 那问一下这个刘医师抽血可以检测胰脏癌吗 胰脏癌有个指标 我们叫CA199 一般我们接到见颜报告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个叫癌症指数 额症指标 我们这很多人看到癌症指标 红字会怕她要死 每天就是神经紧张 我们以前真的有案例是这样 见领报告 这个女生大概35岁 她CA199高 大概大概C199高 然后她见领科的意思 跟她讲说 请到肠胃内科追踪 这个胰脏肿瘤的可能性 她开始拿着报告就跑到肠胃科 因為常常給他掃 傳播說怎麼都 我看都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可是他這個女病人 每天就上網Google 查了一堆資料 他說我就是有問題 後來那個 因為健保也不急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沒辦法 你要不要自己自費 做過什麼CT 一照CT看到卵巢 有一個水泡 好 這個水泡來講 在六公分 其實剛剛宋醫治 他也講他的案例 對不對 那當我們看到說 他在查案內說 CA199 也可能跟卵巢 那什麼腫瘤有關係 然後他找副科 副醫生 好啦 如果真要看 那我們就給他開刀好了 開完刀是良性的 那良性之後 可是很妙的是 開完刀良性之後 他的CA199就下來了 就正常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 其實腫瘤指標 這會變化萬千 我真的給大家分析 幾個我們常驗的 腫瘤指標 給大家看一下 你譬如什麼CA 我們常講說大腸腫瘤 這個大腸癌 甚至肺癌 這個胃腺癌都有可能 剛講CA153跟乳癌 但是這個IFU 就是AlphaTile蛋白 跟肝癌 或是卵巢癌 但PSA是我們男人的 社務腺癌 另外SCC 就是什麼子宮頸癌的肺癌 然後CA15 我剛剛講一下卵巢癌 或者是腸癌 乳癌都有可能 各位這個東西指標來講 可能高的時候 代表一個意思就是說 你這些相關的器官 可能有發炎 不是一定是腫瘤 而且我們現在工人認為 就是說其實這些指標高 他可能代表一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用來 這個已經有得腫瘤的病人 你去追蹤 譬如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是肝癌 那可能醫生常會給你追蹤 AlphaTile蛋白來看 如果假設你正常突然變高 那是不是有這個復發 譬如說你是大腸吃腸癌的患者 你手術完了 那我們就說切乾淨了 他可能每三月給你抽血 驗一CA 但是這個東西來講 也有病人也踢到鐵板 就說 來醫院抽血 抽出來的數字 看了所有人都嚇一跳 因為三大肝癌 超過1600 如果仔細問一問 是他前一天去吃了麻辣鍋 千萬不要自己對他入座 以為貧血就一定是缺點性貧血 否則可能會延遲我們這些危險性的疾病 藏在貧血這個症狀的背後 我現在有碰的案例是這樣子 他是肝癌 手術完都很正常 可是他的抽胎兒蛋白都沒問題 所以他就開始偷懶 結果後來他說 他就自己抽胎兒胎兒蛋白 結果後來都說正常 他也不去醫院回診 有一天他晃膽 回去看 哇 那個腫瘤變好大 他說問醫生 可是我不是說 你說抽胎兒胎兒蛋白就可以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 所以跟各位講 簡單講這些腫瘤指標參考用 我們可以用作癌症的病人追蹤 但是你健康的人高了 不代表你有這個腫瘤 要特別注意一下 而且江醫師你要分享 還有一些現代人 這個血脂很高的 要特別小心心血管的疾病 台灣血脂高的人越來越多 那這個血脂高 其實會帶來很多心血管的風險 像我一個病人 四十歲的女性的企業家 大陸擁有一家工廠 他當初就是三酸甘油脂高超過一千二 非常高 正常值在兩百以下 那超過一千二之後 那我們就建議他要治療 他因為他也忙 所以他不是很認真治療 那有一天在家裡就突然劇烈的腹痛 然後送到急診 後來血壓掉 轉家戶病房 那後來發現是高三酸甘油脂 高血脂引起的急性胰臟炎 那整個胰臟就潰爛你知道嗎 那這個酵素流出來 自我腐蝕這個胰臟跟周邊的器官 那這個那一場打得非常慘烈 因為在家戶病房裡面 度過了接近兩個月 那他本來第三期腎功能不全 不到第四期 那經過這整個過程 因為到急診室血壓就掉了 那血壓一掉 腎上就急性腎甩檢 所以等他從家戶病房熬出來的時候 腎上也整個摧毀掉了 所以我們後來 為了他這個高血脂腎 引起的併發症 後來這個病人就需要長期的洗腎 所以知道說其實血脂 他不是只有慢慢的傷害你的血管 像腎上肝油脂如果破千 他可以引起急性的病障 他可以引起急性的胰臟炎 而且死亡率其實是非常高 他的併發症也非常非常的多 血脂高是一件危險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有些疾病的本質比血脂更危險 我們常常說血脂高的人 他心肌梗是在機會 大概是正常同年齡層的人的1.8倍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40歲的腎臟科的病人 他心肌梗塞的風險是同年齡層的500倍 所以單就一個腎臟病 他就遠高於抽菸 遠高於糖尿病 遠高於高血脂 遠高於高血壓 這些疾病的總和 單就一個腎臟病 所以為什麼腎臟病要很密切 而且嚴肅的對待它 就在這裡 那當然我們腎臟科有一個 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腎臟科病人也會血脂異常 比例很高 可是比較遺憾的是說正常人血脂異常 你用藥來控制他把血脂降下來 他的心肌梗塞會掉下來 甚至中風也會掉下來 可是腎臟科病人 尤其是洗腎病人 你完全看不到任何控制的效果 你給他藥吃 他的血脂下來 可是病人該梗塞的該梗塞 該中風的一樣中風的 所以這個目前 還是醫學界一個無解的範圍 不知道碰到這個問題怎麼處理 那問一下宋醫師 還有很多婦科的檢查 甚至懷孕 都會用抽血來驗 懷孕當然有些人就是驗小便 驗那個鳥 那其實也可以用抽血的方式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比較特別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 懷孕很順利 當然很好 但有些媽媽真的很辛苦 他可能懷孕兩三次 每次都是在八九週的時候 就沒有心跳 那這種媽媽當然非常傷心 那我們在醫學上 我們就叫做重複性流產 那重複性流產 其實也可以用抽血來做檢測 那像我最近有個媽媽 是三十六歲的媽媽 那其實他來找我的時候 已經流產了三次 每次都是在八九週的時候 就沒有心跳 那沒有心跳之後呢 那這次來呢 他說不行 他一定要 他非常擔心 他再下次懷孕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幫他做了流產 就是習慣性流產 會抽血的項目 那其中就含 包括所謂的 有甲狀腺的指數啊 或者是抗零脂質症候群啊 或一些凝血 就遺傳性凝血的一些物質 還有黃體素 那整個這樣掃描下來發現呢 他事實上身上帶有 抗零脂質抗體 那抗零脂質抗體 是一個很特別的 自體免疫疾病 那我們的細胞膜上 很多零脂質 如果說我們身體產生 這個抗體去攻擊 這個零脂質的話 很容易造成一些血栓問題 所以像這種有抗零脂質症候群的 媽媽或者是一般人呢 很容易反身 靜脈或動脈酸塞或肺酸塞 那懷孕就是流產 因為他的胎盤裡面 可能就一直被塞住 那後來這個媽媽 已經知道說 有這個抗體之後 他就吃RSP0 打抗零血針 就是每天打一支 非常慘烈 就這樣打 那現在終於成功 保胎到12週以上 就繼續再懷孕 所以原則上 如果說他已經長期 在流產的媽媽媽 其實我們可以要透過抽血的方式 一直做檢查 然後先找到病因 但是比較辛苦的是 他們要一直追蹤 整個孕期都要一直去追蹤 因為要調整那個藥物的使用 真的辛苦 那接下來 瑋吳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花雕苦瓜雞堡 要用花雕燒苦瓜 這樣苦瓜比較不討人厭 對 今天要用這個食材 就是對身體非常好 而且可以控制身體的血糖 但是大家都討厭吃的苦瓜 好 那麼這一道菜呢 其實是我領悟出 人生道理以後才做出來這道菜 真的喔 因為孔子曾經說過 人生走一遭苦瓜不能少 好 所以你要用這個苦瓜來做菜 好 先把這個辛香料 就是這個大蒜 還有薑片 進去用這個我們這個油 稍微爆香一下 所以這裡就用到很重要的 這個香料的這個轉移法 好 把我們辛香料香味呢 轉移到這個油裡面去 那一看到我們大蒜呢 切得非常大顆 對 因為待會兒要讓它吃到有點像馬鈴薯那種口感 好 我們稍微把它爆香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去苦雞血的熱排 我用一點點醬油把它稍微醃了一下 然後加了一點的這個紹興酒 因為花雕酒比較貴嘛 我們用紹興酒也是黃酒系列來取代 那通常我們都把這個雞皮煎得恰恰 今天我們就不這麼做了 我們直接吃到比較軟Q一點的雞皮 好 直接下去這邊 而且有醃過比較容易入味 對 稍微把它爆炒一下 醃的時候其實醬油跟花彪或者紹興就要下去了 對 這時候你就可以聞到紹興酒 有 還有我們這個醬油的香氣跑出來 醬油不要放多喔 這裡面只加了一小匙醬油 給它一點顏色 對 然後一點香氣 這時候大蒜跟薑跟醬油 跟那個花彪酒 這個紹興酒正在產生它們的一個化學作用 對 洋蔥加進去 好 洋蔥呢 這裡面我們洋蔥負責甜味來源 對 在這邊注意了 我們把那個人生的苦味加進去了 就是我們的苦瓜 現在苦瓜跟我們甜味的洋蔥 還有一些香味做結合了 我們你看 有點加那個醬油的這個 股肉已經開始有點恰恰 我們不用煎太久就有了 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洋蔥菇加進去 喔 所以你的花彪雞其實也富含很多纖維 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剩下的調味都加進去了 再給它一點醬油 好 全部都可以吸收這個醬油的鹹味 然後來一點 醬油膏 蠔油 蠔油給它一點海鮮的味道 好 海鮮的香甜味 一點醬油 一點蠔油 再一點點冰糖 微量的糖 對 冰糖因為比較不會膩嘛 對 好 其實現在很香 對 那冰糖不用多 因為我們洋蔥甜味會很多 所以冰糖就不用放太多 再一小時就夠了 好 這時候我們把火 保持大火 我們把花雕酒這時候加進去 喔 這時候花雕大概200多CC 花雕酒貴不是嗎 對 還要再省一點的話 用黃酒也是可以 黃酒就更便宜了 但味道就一層一層下降 就看你想要你的人生多香 好好好 其實現在香度很高 現在香度很高 對 很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砂鍋 先開火 把它加熱一下 然後我們要讓這個雞肉的膠質 煮到這個湯汁裡面 對 所以我們現在關火 燜它一下 讓那雞肉膠質把它煮到這個湯汁 那湯汁會越來越濃郁 裡面有冰糖嘛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的蠔油 它的味道會做融合 待會再把剩下這些 像青椒 也是對山蠔非常好的 還有芹菜跟芹菜的葉子 最後擺進去 因為這兩樣 這幾樣是非常容易熟的 對 好 那我們稍微煮它的同時 問一下新梅醫師 剛剛講說 這個劉醫師也分享 評寫有各種可能性 特別是女生不要一發現 貧血就拼命的吃鐵劑 她實際上要先找到根本的原因 對 其實這個直接看到自己的報告 就自我解讀是有蠻高的風險的 我之前有一個媽媽 帶著她的小朋友來我們醫院求診 她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小朋友在學生入學的時候 幾次的檢查就發現 紅血素 因為血紅素大家其實是看得懂的 大家看得懂白血球 看得懂紅血球 所以媽媽看她紅血球指數是顯示紅字 是往下下降的 她就覺得小朋友有缺鐵性貧血 為什麼呢 因為小朋友她的MC的量也特別多 所以媽媽覺得 這一定是月經量大量的流失協議造成的 所以就拼命給她補 包括說給她吃一些紅肉 從一些保健食品裡頭 寫有加鐵的 她都拼命補 可是小朋友越補 好像沒有什麼改善 而且有越來越疲倦的感覺 所以媽媽就覺得 可能這個鐵劑的量不夠 可能要開醫院的那種 比較大計量的鐵劑 所以來找我 那那時候我看到她的健檢報告 就是那個學校的報告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我在看小孩子 我就覺得這個狀態不太對 為什麼 其實我們的血紅素 大家會看得懂紅血球 這個血紅素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抽血頭 是看得出來你的血紅素的大跟小 那顆紅血球的大跟小 比較大顆的紅血球 可能跟我們說有些營養液酸B12缺乏有關 比較小顆的是我們最常見的 叫缺鐵性瓶血 甚至地中海瓶血 是屬於比較小顆的 但有一種瓶血是跟原本的血球一樣搭的 這個小朋友是屬於這種 我們叫正常型的 血紅素的形狀跟尺寸的瓶血 這個小朋友他當時在給我看的時候 他的臉 因為他剛從外面走進來 他的臉一整片都是紅的 這個臉的紅 其實有一點像我們看到 像一個小小的蝴蝶的形狀 我就看一下他的嘴巴 嘴巴裡頭有一兩個破洞 我心裡就覺得這個不太妙 最後呢我先幫他做完抽血 再轉去豐氏免疫科 最後這個小朋友被診斷的是紅斑性囊倉 我要特別提醒一下 我們通常會知道的是大球性瓶血 跟小球性瓶血 但有一種瓶血 大家有些人會忽略或以為 應該沒事就叫中球性瓶血 中球性瓶血其實我們某種程度上 我們比較擔憂中球性瓶血 因為他潛在的幾種蠻恐怖的疾病 包括感染性的疾病 有一些慢性的感染 他會造成我們血球的這個 深層的問題 讓他的造成像瓶血的狀態 另外像是一些非感染性的發炎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慢性疾病 紅慢性囊倉 類風式心關節炎 甚至還有一些嚴重的腸道發炎的疾病 那最恐怖的是癌症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有瓶血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強力的不建議 你自我看報告自我解讀 原因是這個報告的背後 其實還有非常多種細項 是我們要更進一步去做檢查 包括基本上的缺點性瓶血 我們還要做抽血 去確認是不是鐵質 在身體的濃度是真的下降 我們才會去做補充 所以如果下一次有小朋友 或是自己有這個瓶血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己對號入座 以為就是很簡單 瓶血就一定是缺點性瓶血 否則可能會延遲 我們這些危險性的疾病 藏在瓶血這個症狀的背後 好同一時間我們為我們的花雕雞 也燜好了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膠質都裹到湯裡面去了 味道都好了 我們就把剩下的一些食材 好 容易所謂的青椒 放進去 對 然後還有芹菜 讓你拌一拌 對 增加它的香味 好 然後辣椒這時候放進去 好 給它一點辣味 你如果辣椒太早放的話就會太辣 對 對 然後我們再把它取出來 放到我們加熱過的砂鍋 砂鍋裡面 就好了 我們就來上菜喔 好 這道菜真的很棒 入味 乾 酸甜苦辣鹹 人生甘味甜 這裡面都嘗得到 我常講 如果苦瓜適當的用一些手法入菜來喝 剛剛委員講的重點 因為它對我們二型糖尿病的防治是有幫助的 它裡面苦瓜乾 它可以對我們胰島素的阻抗降低是很有幫助 而且我們這道菜裡面是用雞肉 我們講白肉 對健康是更有幫助 所以這道菜很棒 大家值得複製看看 我覺得委員告訴我們菜不要弄得很複雜 但是做法也不是非常刁鑽 可是味道可以做得非常鮮甜 這很棒 那我們常講 就是說這個數字來講 有時候參考用了 真的有一位大姐 其實是骨科醫師分享的案例很妙 他說有時候我們在驗尿酸 尿酸值過高 我們叫做高尿酸血症 我們最怕痛風 那一般來講 我們女生的尿酸值大概是希望6.1以下 男生大概7.170以下 那有一位大姐是這樣 她就是一個關節一直痛 那骨科醫師給他看了半天照S光片 都沒有問題 然後抽血都沒問題 那後來轉到另外骨科醫師跟他講 他就講說我已經在半年了 那這個骨科醫師很妙 他說你的尿酸高一點點 雖然不會產生痛風 那我給你試試看用降尿酸的藥 咦 他的疼痛居然好了 然後後來他分享案例告訴大家 就說其實我們的參考價值 這個數字來講真的參考 我也判過尿酸值高到9.8 我看他知道你有痛風嗎 痛風 什麼叫痛風 還問我半年什麼叫痛風 我說尿酸很高 我都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尿酸值的高低 是當作參考 但是基本上尿酸值過高 確實對我們人 這個身體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在你的普林攝取量 還有一些有腎臟功能不好的人 都要特別喜歡尿酸值高的問題 帶來一個傷害 而且宋醫師現在很多女生晚婚 或者這個晚生子 所以其實抽血檢查 還可以檢測卵巢跟懷孕的功能 沒錯 其實現在很多人 因為晚婚 然後想知道自己的卵功能還剩多少 就會可以抽一個叫做 抗木勒氏荷爾蒙 檢測AMH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數字 知道你的卵的除量還有多少 我還可以有多久 所以譬如說有些人要動卵的時候 他可能就可以驗這個指數 來看看自己的卵的數量還有多少 我們去打那個不孕的時候 我可以用多少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常見 叫多囊性卵巢 這種人是卵很多 可是他又排不出來 所以他的月經就很穩亂 那所以像這種病患 因為他常常需要做調經 那其實我們都檢測出來 譬如說抽血精知道是多囊性 可是在用藥上面 還是要不能夠自己隨便用 像我前一陣子 就是被召回去神經那一刻 一看是我病人 我想說你怎麼了 他說因為我小中風 很年輕的才三十八歲而已 然後我說你怎麼會 就是中風 然後那個住院醫師來講說 因為他有用那個荷爾蒙的藥物 而且那時候他用是貼片型的 前陣子有貼片型的荷爾蒙 就是可以避孕 然後可以調整用經期 可是因為這種貼片型 他是長期慢慢貼在體內 所以如果說你又抽菸又大於35歲 其實很容易會造成像中風這種問題的產生 所以使用荷爾蒙還是要非常小心 特別是大於35歲以上的人 哇你現在這樣一講 正在用那個避孕貼片的觀眾朋友 要嚇死 現在病運貼片是已經都完全下架了 目前已經完全下架了 所以應該比較拿不到 因為那陣子真的發生太多這樣的案例 所以原則上現在病運貼片 真的是不鼓勵大家使用 那江醫師 還有一些觀眾朋友會有一個疑惑 如果隔一天要抽血的檢查的話 那我今天到底要不要空腹 或者飲食控制 沒錯 我們抽血為了求它的準確度 的確有一些抽血的項目一定要空腹 不過我先定義空腹 空腹就是說你可以喝水 你可以吃空腹的藥 可是空腹的人你不能運動 你不能抽菸 你甚至嚼那個無糖口香糖都不被允許 真的 更不要講說什麼喝牛奶 什麼那個就不要講了 可是有一些開刀前的空腹 是連水都被浸 對 那不是抽血 那是為了開刀 開刀是怕他嘔吐 對 在麻醉的時候嗆到肺裡面去 會造成吸入性肺炎 可是你只是要求檢驗的準確度的話 你事實上是可以喝水的 尤其是說腎臟科的病人 如果他不喝水很久的話 他連那個尿素蛋都會假訓的升高 對 那我們什麼東西一定要空腹檢查 血糖 空腹血糖 一定要 真的要空腹 你如果騙醫生抽菜很高 人家會把你當糖尿病 那甚至於我們有必要做兩個小時後的血糖 飯後兩個小時的血糖 那個就是也要準確的抽 就是一定是放後兩個小時 不能前面或後面 不能一個半小時或者三個鐘頭 那這樣不準 然後血脂 尤其是什麼 山上跟乳脂 像我有一個病人多好笑 他來醫院抽血 抽出來的數字 看了所有人都嚇一跳 因為山上跟乳脂超過1600 結果仔細問一問是他前一天去吃的麻辣鍋 你知道嗎 而且吃得很晚 又喝了酒 OK 所以我們判定說他是空腹時間不夠 因為山上跟乳脂有的人大部分 八個小時會下來 可是有的人要12個鐘頭下來 所以我們就選擇說請他再抽一次 而且這一次是晚餐吃完之後 就不准他再吃任何的東西 不准吃宵夜 結果人家的山上跟乳脂 掉到剩下220 從一千多 一千六掉到220 所以可以知道說 你不遵守抽血的規範 或者是掌握不住 吃東西的規範率的話 你有時候會把自己嚇死 甚至於錯誤的去接受一些 沒有必要的治療 那腎功能呢 因為他跟水分的量有關 所以一般我們也建議腎功能的病人 檢查腎功能 尿素占基酸幹 他還是要適當的空腹 那其他的心臟功能 那個都不重要 那個空不空腹 還有抗體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也不太受影響 那問一下這個新梅醫生 還有過去診斷 那個血糖的指標的時候 這個糖尿病 到底怎麼抽血驗血糖 剛剛嘉醫師就講 不同時間點 其實人體的血糖 都有不一樣的落差跟波動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 任何一個疾病的診斷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發現 當我們懷疑這個疾病 可能抽血第一波會先確認 接下來醫生 請你再做一次抽血 為什麼 原因跟我們很多的抽血檢查 其實他到底準確度到什麼程度 我們會用互補的方式來 這個互補 他才有可能真的可以 準確的檢測出來 就以糖尿病來說好了 其實我們的診斷標準 有很多種 包括你空腹去抽血 你要看血糖是在126以下 或者是說你的這個隨機 或者是你喝完一個糖水之後 兩個小時再去抽 血糖是在200以下 又或者糖化血速度在6.5以下 我們通常在假設我們再做一次檢測 我們可能看到了血糖是超過了這個指數的時候 我們會請病人再重複的抽兩個指數 一起去做確診 原因是為什麼 原因跟我們每一個檢查 我們其實有一個醫學上比較複雜的名字 叫做敏感性跟特異性 每一個檢查 他可能這個敏感性特別高 特異性很低 這個特異性特別高 敏感性很低 我們就會把這兩個檢查結合起來看 他就可以比較百分之百確定 他是不是準確 這個東西其實不要小看 他的一個影響度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來我醫院的時候 是他體重下降了5公斤 所以他就一直擔心自己是往這個不好的腫瘤方向去想 那我聽完他的症狀之後 我就先幫他做了內分泌的檢查 有幾種檢查可能跟體重下降有關 包括糖尿病 包括甲狀腺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就幫他抽血 那因為他其實從美國回來 所以他看得懂那個英文字 Glucose就是血糖 他就說醫生那個你應該可以不用抽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在美國一直固定有在抽 但是我還是不管他 我就抽了 最後報告出來 他的血糖我們剛剛講空腹血糖126以上算是糖尿病 他是160 那時候他非常驚訝 他說不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長期在美國 他都自己在做最後的這一項 叫做糖化血色素檢查 今年的內分泌科學會 他們有特別放出一篇文章 他特別去提點 假設我們今天只單純做這個檢查 他的優點是準確 你被檢查出來高 那應該是糖尿病 缺點是如果你今天沒有高 不一定不是糖尿病 就是說他會低估了糖尿病診斷的風險 但他的優點是因為他比較不需要空腹 所以像有一些民眾為了貪圖方便 他就說既然都可以檢查 我就找個不空腹 我隨時都可以去抽血 所以這個我那個病人他其實長期他都是依賴這個單一的指數 去判斷自己並沒有糖尿病 結果非常可惜 最後被我們確診出來 其實算是需要吃到大概兩種藥物 去幫他調控他的血糖才有辦法控制住 那他的診斷其實就體重減輕就真的跟糖尿病有關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度的講說 民眾其實當然我們有很多見解是可以去看報告 但是我不建議自己看完報告 自己就做完整的解讀 原因是醫療有太多複雜性跟正在變化性 還是跟醫生討論是最保守的方式 謝謝新美醫生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作法 也都會PO在年代嗎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賞明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